好大的雨 风姑娘 你不要紧吧 贼老天 便是在这个时节下起大雨来 还好有个山洞可以躲雨 不然 岂不是你的湿透了 风姑娘 天降雨露 滋润大地 我被凡人 学得仰赖庄稼生息 你这可这帮怨念 怨怒上天降雨呢 哼 反正跟我作对就是不该 不然这个了 这洞内好像有人先来一步了 当真 不知洞口处是哪位朋友 若同是怒内躲雨 便请到这里一序 等等 是不是一定是我师兄底下的人手 对方 既已出演邀请 我们总得出面回礼 我先去瞧瞧 你在这儿等着 这样不妥 再下音箭屏 阴逢咒语 路动躲避 不料兄台已找到一步 无端捣捞 还望兄台 恕罪 好说 我等 我等原因是进来多余的 这里有火堆干粮 咱们同事出外人 林少侠可别客气 没发生什么事吧 我想着想着还是不放心 这位兄台甚至和善 我们大可不必多行 林少侠 这位可是尊夫人 两位林少夫妻 郎才女貌 可真是献上我这个老匹夫了 不 这位封姑娘 和在下只是瓶水相逢 兄台可千万别误会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 我上官员 神醒奴顿 看周彦乃是常有知识 实验之处 还请老地莫怪 两位身上都领了些鱼 快到火堆旁靠靠靠火吧 要是受了风寒就不好了 那就不客气了 乔上官兄一身武将装扮 可是光辅中能 正是 不过我上官员 最是厌恶观察那些肉席架子 两位不许拘束 就当我这个寻常野匹夫罢了 哈哈哈哈 哪里 上官兄好爽得紧 心无臣服 乃是性情中的 在下几次欣赏 哦 那真是好急啊 今天殷少侠与我意气相投 眼下无视 先来喝个两杯如何 嘿嘿嘿嘿嘿 护送黄标乃是一等一的大事 喝酒勿事 你该引以为解才是 是谁 尽管老子心情不坏 不想多伤人命 乖乖的把标车里的黄标交出来 老子就留你们一命 你既知我们获得是黄标 我就无必多费存神 就当我们瞧瞧你有多大能耐 众兄弟 嘿嘿嘿嘿 一个蠢官 加上七个小兵 也想和我杀人高齐较量 也罢 但老鬼给了我一堆没用的鸟符 先拿一点肉质 倒也无法 这 这是 幽敏招鬼符 这个家伙是轨道中人 怪不得我刚才 就闻到一股死人的错味 此事当真 小姑娘啊 懂得道不少 看来也是我道中人 不过若你们敢敢插手此事 我一样送你们上路 敲阁下模样 险非善内 又涂抹解夺黄标 就算上官兄不许在下助阵 在下 也不能做事不管 殷少下 这个兄弟我上官也交定 不过 这个家伙狂随打气 显示有点惊良 咱们先解决它 再谈一遇事 正是 哼哈哈哈哈 有意思 得以你们先过我的死兵子 我再亲自上场凤梅 给我杀 凤姑娘 对方拿妖魔之属 你可要给我多加小心 我明白了 你自己也要小心 这位兄台 可以让我们看看 你的路山真面目的吧 嘿 嘿 果然有两把刷子 好 就让我的血引刃 来会会你们 这刀上 好浓的鬼气 不见了 好快的伸手 大家小心 哼 遇到我杀人高齐 只能算你们倒霉 看在没花多少力气的份上 金额 可饶你们一命 不过 这黄标 我可要带走了 傻人 今日我等 岂不如人 且能阁下 再次承凶 来日 阴谋 必会向阁下 讨回这个公道 我会期待这一天的 失陪了 真像啊 阴大哥 阴大哥 怎样 我帮上官大哥 把他挥下的官兵师手埋的 正贵对不住 都快在下不知亮意 累得疯姑娘 也受到高齐所上 别在意 这脸伤还不碍事 有趣的是 我抢那高齐放我们一马 多拜 是看在你的份上 看在我的份上 这可奇了 这种鬼道邪徒 我半个都不认识 还说呢 你眼前不就有一个吗 疯姑娘行止 你这帮邪徒大义 岂能与他们相提并论 人心格度疲 其实能看得出来的 如你这帮老实 只帮三两下 就上了别人的当啦 这 这 算了 但我随便说说 只是 当着在襄阳城客店之中 你只亲我一眼 便愿意出手助我 再怎么说 我 都是很感 很感激的 姑娘言重了 这远是我被中的 所应为 上官兄 兄弟 这回 真是多谢你了 这是我丢了黄标 弟兄们 又非是急伤 我的官员质 是丢定的 只怕还不免 会被皇上降罪 唉 这怪在下无意的钱 没能助上官兄 打黑那师 你再自责 可就要使我惭愧了 今日人与我原杰逝 在某一仗义相助 我上官员 已经是感激满怀 我已无言再回京城 咱们 就是别过吧 脸下 没什么能谢你们的 这几十两银子 你要表我的一番心意 大哥不必客气 欠缠乃是身外之物 还是留死用吧 只是大哥 今后有何打算 我在山西老家 还有几份博田 我会去当个庄稻汉 生活或许苦些 但终于还过得下去 反正我也不习惯 京城那滑米的生活 唉 或许这次因祸得福也说不定 其实 或许还有其他方法可行 凤姑娘 此话当真 能让高气震的协徒 专程前来解夺 全面不是什么寻常之物 山光修 你可知道你护送的黄标 到底是什么东西 黄标时光机密 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 道成听 听把这黄标 接送给我的同鸟提起 好像是什么东西的脚 脚 可知这脚是从哪里来的 我这小小的敬畏军 怎么可能知道 若是采绝地的监官 或许还能得其中一二 我进这三桌之后 就感到一股莫名的邪气 如今时来 这邪气显然是来自那标中 标车中的布包 那高气把布包取出之际 我瞧见那布包乃是国语 湘金紫杀 其上修有四项符纹 外面更以诸神残捆 环标士官飞小 是以妥教包滚 以防撞损 这其中有什么奇怪的吗 想那紫杀符纹诸神 据为辟邪之物 用这三物 层层包裹 尚且透出如此邪气 此物必定大非寻常 我以为 莫非姑娘 知道此物由来 我年轻事前 然会知道那么许多 只是家室有个好友 养居华山之巅 他老人家生平 最好神医法宝 对猪斑 鼓针 神器 鸟弱执掌 既然此物如此特别 或许他老人家 会知道也说不定 对啊 说不定这位老前辈 神通广大 还能帮我们找到 黄碧鸟的下落 我们在设法 将之夺毁 善光兄 就给回金 负命交差了 嗯 我真是这个意思 善光大哥 你觉得如何 如果此次还有希望 我当然是愿意一试 与其就是 齐心吊胆的远辟相野 倒不如 痛快地和对头 拼上一场 既然如此 咱们就上一趟华山 华姑娘 风姑娘 这回 有了你带路了 华山离此 有段距离 我想咱们还是先回 向阳城中 稍稍准备为夷 还是风姑娘想着周到 嗯 事不宜迟 咱们之后动身吧